2019年世界工业互联网大会 昨天在成都开幕 从2012年美国首次提出 工业互联网的概念 到现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开始将工业互联网 作为新兴的基础设施布局 工业互联网会给制造业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它在中国的发展如何 一起跟随记者去成都看一下 这是成都一家生产燃气表的车间 和传统的车间不同 它没有每条生产线上作业的工人 绝大部分的工作 通过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设备 以及生产线自动完成 车间的大屏幕会实时检视 每条生产线所运行的数据 而这就是工业互联网 在中国的一个典型应用场景 这个车间采用了很多个 物联网传感器 包括自动识别这一方面的很多技术 再一个就是综合的信息化 管理系统 企业的管理层 能够从我们这个信息系统里边 提示出更多需要的信息 如果说我们平常所说的互联网 主要连接的是人和网络 那么工业互联网所连接的 就是人机物 这些重要的生产要素 以及企业的上下游业务等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 毫无疑问 包括5G技术在内的一些新技术 都将对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产生重大的影响 而这也是本届的 世界工业互联网大会当中 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在本届大会上 工信部也介绍 目前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 已经超过了50家 注册用户平均超过了50万 而下一步则要加强 对智能感知等基础共性技术 以及5G人工智能等 前沿技术的研发 以技术的突破 带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 5G技术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就是在工业互联网 这些设备才生产 制造全牛层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产生大量的数据 5G技术为这个互联网 万无一动互联 打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设施 工业互联网现在已经成为了 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竞争的 主要领域 而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的工业互联网 更重视搭建工业领域的 工业云平台 在开展对制造业 智能化和信息化改造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让企业之间 共享数据和服务 我们中国的制造 现在是个大国 还不是个强国 很多的企业还是2.0的 数字化还没那么浪和 但是如果我有工业互联网 不不管你是处于哪卷的 只要你进入我这个工业互联网 进入我这个云 我就能够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 能力系统 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结合中国特色的